郭先生一再说就是 他要找到好人嘛 找到好人不容易啊 好人本来就少 可能在我们华人群体 或者中人群体里面 共产党毒害这么多年 估计好人会更少 参加爆料革命也好 金中国联邦也好战友们 你如果身边的好人很少 那你自己成为好人 你就是说你 你用这样一个目标 或者一个标准 你去要求你自己 让你自己成为好人 好人坏人其实这个目标 坦白讲你觉得这东西好定义吗 这东西还真的不好定义 我觉得对每一个人来说 好人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绝对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而且对每一个人来说 你往前走一步 可能你就 就或好或坏 那个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准 所以这事儿其实也挺难去定义的 就不容易 我感觉真的不容易 还有说 是什么不能团结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不能团结 我觉得还是 就是我感觉就是没有文化 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 让大家可以团结在一起的这种文化 然后 嗯 你不能是一个脑子里面 只有这个碎片的这些知识的一个人 当你有文化以后 我觉得你就是会去理解别人 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同理心吧 我觉得 然后当你有一些同理心的时候 你可以理解别人 或许就是 就是一个团结的开始吧 就是 好人的定义 可每个人你可以有很多 但是 就是 就是 郭先生讲的很多 我觉得很基本的要求 就是 你虽然 就是暂时可能做不到 但是你 至少要以这个要求来要求自己吧 就是 郭先生经常说那句话嘛 就是你 就是强者强人 强己不强人 就是 你一个 你一个强大的人 你首先是 就要求你自己 你要自己变得强大 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 我 就是每个战友 你应该 就怎么说 你要跟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或者说 你应该记在心里吧 就是说 你要让自己强大 而且这个强大 是各个方面的强大 对吧 你 你 你个人能力上啊 你 你为人处事上 就各个方面吧 你都得不断的去 去 去提高 然后 不断的去 去变得强大 你不能像郭先生这样一样 这样 这么这么强大 但是你至少在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圈子里 你要成为一个 强大的 然后有能力的 你可以独当一面的这样的人 如果大家 这个 爆料革命这样有这个群体 然后大家都成为这样的人 这个这个 对吧 这个这个新中国联邦才能强大吗 我看 我看